速度包括能力都相对有一些差距 还是力量力量与速度 好球 速度回落 速度回落 看一下回放 五比三 现在陈龙依然是领先啊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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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进攻还是不到说 六比三 而且很果断啊 嗯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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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 快 小 远 前赛把这个赛制这个分改成了11分制之后 确实这个比赛节奏一下就感觉快了起来 可能我们都在看比赛的各个球迷和网友 我们的观众都会很明显的感觉得到 就要求进入状态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比赛经历 比赛经验如果要比较多的选手 就肯定明显的进入到比赛这个状态 身体热起来就要快得多 对他们两个就感觉 感觉这个林归谱还有一点收 有点拘谨的感觉 反而陈龙这边可能更加的松一点 先比分是7比4 是7比5 在启 Vater 师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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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比4 现在比分是9比4了 其实咱们这一届的2020的雨超联赛 确实跟网界相比呢 都是大有不同 首先一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咱们的国家队的队员 都是在咱们这个成都双流的 这个国家羽毛组织的基地来集训 然后就把比赛给打了 封闭训练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年咱们这一届的这个雨超联赛的没有外援 都是国家队的 没错 所以说国家队的这些成员 相当于是在利用这个雨超联赛的这个平台 然后悉数亮相 因为也很久没有正规的比赛 因为去年是因为备战奥运嘛 然后咱们这个联赛是停了一年 再半个一分 现在成龙上拿到了局点啊 一局比赛结束 下门 确实林归普需要调整一下啊 成龙去年年底的时候最新的一个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四 好 现在 嗯 对 对 所以这种呃 长时间的这种拉球对体能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嗯比较大的 所以林归普应该也比较急着想拿下这一分啊 哈哈 嗯 还是有点急 打一个对角过去啊 哈哈 哦 嗯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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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比三 林贵普拿到第二局的第一分 这两分都是林贵普进攻得分 对 好球 没错 这个就是啊 南丹的这个力量与速度的对决啊 最能体现的一个地方 四比二 好球 好球 5比2 这个还是相当于是 在接球的时候没控制好 给了对手机会 对 这几分他们都是通过进攻 他们是快得分 没错 通过进攻得分 从咱们这个观感上来看 就会比较好看 其实可以跟大家这样说 就是咱们这一季超联赛 它虽然是封闭的进行比赛 然后空场的来进行比赛 大家全民们通过这种 线上观赛的方式 来关注到我们这些国手们 检验一下国手们训练的这个情况吧 相当于是 因为咱们队员们在之前呢 已经封闭集训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此时此刻呢 也相当于是队员们这个 体能 体力 技术各方面 可能都有了一些提升 或者是在最佳状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 对 这段时间都是在处备 很苦吧 封闭集训 苏雅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就是咱们训练平常 之前封闭的进行一些集训 就是感觉在集训中还是 会相对来说比较累 然后其他的都比较正常 自己的可能各方面都还是有所提高 经过了集训之后 我们继续看比赛 在集训中 其实可能是这个实力还是有差距 我们其实从这个比分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8比4 另外我们提到因为今年这个疫情的原因 咱们整个雨超联赛是集中进行 空场进行 封闭进行 所以广大球迷只能通过这种线上观赛的方式 来参与到我们这个雨超联赛 来关注到您喜爱的羽毛球的选手 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来进行搜索 观看到我们的雨超联赛的全程的所有比赛的直播 我们本次雨超联赛的举办题呢 是在成都市双流区的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 这对球很果断啊 对 有犹豫 5比10 5比10 比分上还是有一些差距 也很坦然啊 明归普 平台应该是放的比较好 对对对 毕竟是多次拿到世界冠军的陈龙 这次的比赛球相对来说会比较快 球啊 对 其实咱们整个场馆的这个硬件条件是非常不错的啊 也是国家羽毛球的训练基地 这个可能舒雅作为球员来讲 在场上可能有更直观的一个体验吧 对 这边 因为这个球啊 相对来说已经基本上是最好的 嗯 顶级的了啊 好球啊 好球啊 这个可能确实也是大赛经历吧 啊 经验表 对 在一些细节的快速处理上啊 这个陈龙确实做的会更加的好一些 二比 嗯 接弯了 接弯了 嗯 接弯了 别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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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3 2 3 3 2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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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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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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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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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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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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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成龙确实还是稳啊 呃今天整个呃看这三局的表现啊失误还是蛮少 对他整场还是比较稳定 嗯 比分也是慢慢再拉开 八比二 啊 反而到了第三局这个比分悬促更大了 嗯 可能随着这个体能的下降 然后加上呃确实呃林桂普今天在比赛场的这个表现 防守端确实会弱弱很多啊 好 哎 长点 十比二 十比二 拿到赛点 加油 嗯 十一比二 这局也是差差差距 没错 十一比六 十一比六 十一比五 我是